军事科技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,研究这些技术的部门,往往会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,并且有重兵把守,杜绝任何泄密的可能。 51区作为军事强国的美国,这样的地方太多了,比如说51区,还有白宫地下的作战指挥中心,这些地方都十分的神秘,也很少被曝光出一点资料,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他们的真实性。 但是湖佛大坝下的美国第七区军事研究基地,可不是空穴来封的,近年来,美国有很多军事研究基地被曝光,其中就包括第七区,而且这所基地还有一个别称就是中国湖,之所以有这样的别名。 是因为这里曾经被中国劳工所占领,湖佛大坝上各世纪出的时候,美国打着淘金的名义,从中国骗了非常多的劳工,来到这里才发现根本就是做苦力,哪有什么淘金的好事。 所以劳工们集体逃跑,最终定居在这里,后来美国为搞军事研究才把他们牵走,所以这里就有了中国湖这个别称,美军基地其实在中国,也有很多这样充满神秘色彩的军事研究基地,只不过为了国家,也很少被曝光,像816地下和工程这样的基地一定不在少数,终有一天当他们不再是秘密的时候,我们就能够见到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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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